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雷姆韋 還沒訂閱的人 趕快來訂閱我喔 這次食藥 介紹簡易鮮魚湯煮法 那我們就開始囉 材料有姜片 魚 米酒 蛤蜊 鹽和味素 蔥花 以上7種 準備好就OK了 首先要開大火滾水 第二 放入薑片 第三 蓋蓋子 水滾後 會聞到一股薑的味道 第四點 放入藥煮的魚 剛好裝滿 第五點 倒入適量的米酒 第五點 米酒可以提升風味 以及去心 第六點 加入少許的鹽 和少許的味精 再蓋上蓋子 把火轉到中小火 煮一下 讓魚肉煮熟 這時湯會呈現白灼的樣子 第七點 放入蛤蜊 就是蛤蟆 第八 做水量的調整 蓋過魚就可以了 蓋蓋子 水滾之後 拿起湯匙 拿起湯匙 第九點 把上面的雜質泡泡去除 我轉小 比較好撈 試喝一下味道 第十一點 做最後的調味 第十一點 做最後的調味 再試喝一下 味道可以厚 第十一點 第十一點 轉到大火 第十二點 放入蔥花 弄散點 讓味道出來 最後關火蓋上蓋子就完成了 超讚的 品嘗一下 太棒了 這次介紹的原因是要 讓不會煮魚湯的人 也可以輕鬆簡單地學會 另一個原因是 釣魚人當然要吃 自己釣的魚 自己釣 自己品嘗 才是釣魚的樂趣之一 一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與開啟小鈴鐺 還有一定要訂閱我 沒有什麼想法或建議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恢復的 我都會恢復的 下集見 我都會恢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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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下 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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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嗎